在我面前就不要再逞强了 我今天来 就是送上门来当树洞的 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跟你说 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强吧 认识老谭这么久 安迪第一次发现 老谭欣喜如发 他记得安迪紧张时 要靠喝水压制 担心安迪不吃东西 所以亲自作陪 唯恐自己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要独自承担一切 我这儿不是压榨劳工的工厂 忙了一周了 你需要休息 大家也需要休息 你知道的 我除了工作 根本就没别的事情可做 没事做就去找事做 走了 休息 我说过 你呢 其实没必要给自己 这么大压力 七情六欲 适当地释放一下 并无不可 你现在需要 有几个朋友 需要一点吵吵嚷嚷的烟火气 还有 你那个房子 我已经盼着帮你找了 这两天应该就会有消息 你呢 现在 回家好好休息 走了 你怎么住这么远啊 你这样的话 每天不是把炸好的时光 全浪费在这四个轮子上了 你确定是我住得远 而不是你走了太多的冤枉路 我相信科技 除非GPS骗我 今天要我来干嘛 是不是那件事情 有进展了 老爷 老爷正在帮忙查着 咱们还没消息 那今天是 上海金融圈有个高端沙龙 里面都是些精英人士 隔段时间 大家就得聚聚交流交流 让你来 一是熟一熟一国内的形势 二是让你跟他们认识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项目可以合作 这就是老爷 很有戏干嘛 办事很仔细 事情交给他你就放心 安丽 我先走了啊 干嘛这么着急啊 今天我可是准备了 上好的大茶席 你们享用吧 我有事我先走了 等等 前两天你不是说要换房子吗 我突然给你找了几套 明天让秘书拿给你看看 不着急 先不用换了 不换了 前两天不还说 那几个姑娘 记忆着着吵的话吗 其实也没那么烦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几个 也挺有意思的 刘玛 你去把那篓大闸蟹拿过来 好的 不用了 你知道我不会做这些东西 怎么做着你的事 给不给是我的事 相信我 不尝尝这么好的大闸蟹 你一定会后悔 好吧 那我先走了 看 这样可以的 他们几个人的能力我了解 能做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这担生意的水很深 拿下拿不下都正常 你不要给自己太太压力 你认识我那么久 什么时候看过我有压力呢 也是 你什么大胆没见过 这不算什么 好了 别忙了 一会儿去吃饭 吃饭 哦 不行 今天中午我跟朋友有约会 朋友 我怎么没听说你在国内还有朋友啊 网友 怕自己中文退化 在论坛练比认识的 网友 安妮 像你这么严谨的人去见网友 真的 我怎么看都觉得话风不对 我告诉你 他们这些人很危险的 要不要我去给你当保镖啊 公共场合吃顿饭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再说我没有给对方留手记号 那也不行 尤其不能开车 他们很容易盯上你 我想到了 所以直接约在办公室楼下 走过去就可以了 再说了 聊了这么久 不会这点信心都没有吧 好吧 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安迪见谭宗明远远地走过来 他不知道老谭要带给他的是 一个怎样的消息 但安迪清楚 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要去面对 怎么又开了半天 我想换辆车 这辆车太炸眼了 哦 那你告诉我 我哪辆车的炸眼 想诚心拐我这辆车 总有得编个好点的理由 稍把为什么换车 好吧 我认识了四个小朋友 这车已经坐不下了 我觉得这辆车不错 正好 什么正好 这两车我拿回来才开了两次 那再合适不过了 真是生眠斗米仇 好吧 一会我给你拿钥匙 走吧 老爷在后院等我们 那之前说的 关于安迪小姐身世的事 要不要先跟她说一声 好有个心理准 不 不能跟她说 我认识她这么多年 非常了解她的性命 这件事还没查清楚 贸然告诉她 只能让她胡思乱想 先查吧 等彻底查清楚 再说告不告她这事 我认识她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们刚好在开 美国项目那个会 生意的事我不管 我是来陪你吃饭的 吃饭 所以 你真的是来监督我吃饭的 那天的事我知道 你心里不舒服 本来想放你一个星期假的 没想到你周一就给人上班了 当员工的这么拼命 当老板的无以回报 所以只好舍命陪君子 我已经好了 是了 好什么好啊 在我面前就不要再逞强了 我今天来 就是送上门来当树洞的 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跟我说 总比自己变得心里强吧 认识老谭这么久 安迪第一次发现 老谭欣喜如发 他记得安迪紧张时 要靠喝水压制 担心安迪不吃东西 所以亲自作陪 唯恐自己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要独自承担一切 老谭 谢谢 谢什么呀 谢我把你挖到我这儿 累死累活呀 那也是 找弟弟的事情也是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 放心吧 我真的没事了 我现在只是想 希望老爷能够 尽快找到我弟弟 一想到他 孤零零地在外面一个人 我就不能心爱 既然这样 放心 不管花多少精力 多少费用 我都一定让老爷 把人找到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不准胡思乱想 不管能不能找到你弟弟 也不管找到以后 是个什么状况 不管他是健康还是智障 或者说有没有精神病 你都必须保持冷静 我谭宗明难得认一个朋友 我不希望因为这个 伤害到自己 好 我答应你 好 就行了 你都在那里 你到底有什么 你再想 老爷 刚才你 他批评我 去行 我以为吗 谢谢大家